妈你别说今天这个辣椒装的还可以 接了那么多 我还晒得好多干辣椒 好厉害嘛 跟你是个大屋子 我都好久没有干活了 自从我生病了 你嫂子他都不跟我做 这辣椒啊菜啊 这都是你嫂子做的 你要夸你就可以夸你嫂子嘛 且 我才奶奶夸她的 她也在吃的用的 那这不是我过的钱啊 她一个家庭主婦 她能干什么 你见光天你嫂子吃啊 你嫂子做的够好了 妈 我回来了 你没在挖地啊 一会儿 你大包小包的 你提起哪样东西啊 妈 我房子不是卖了吗 现在没找到工作 也没钱交房租 外面房子也不让住 说说我只能住在家里面来了 哟 你不是很聪明吗 还把房子卖到哪里给混一样的人 现在好了人才两空 小米 要你管 且 妈 你看 都会出这种宽室了 这个脾气啊 还热不干 好了好了 都是亲兄妹 别吵了 啊 老子 你们在搞呢 呀 小脸 你这大包小包的 听起来什么东西啊 小脸 我在家里面住一段时间 不是没钱交房子了吗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小脸 别答应他 家里面房间都不够 他就在家里面乘乘乘乘乞的 小脸 你 别太过分了哈 小脸 你看现在兄弟都没地方住了 他要回来住了 就让他回来住吧 现在家里面 你没多余的房间 你就将就睡沙发了 但是兄弟 以后啊 你要好好做份工厂上班 别再这样吊儿铃铛的了 小脸 有点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走 然后我要做饭去了 走 妈小脸 现在吃饭了 怎么都只有一个肉啊 全部都是蔬菜 我本来想来家里面吃的肉呢 你肉懂不懂啊 就是啊 小脸 我看你爷爷来小气了 那么多人吃饭 你就只吃一个肉 哦小脸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呢 送家要去学校 忘记买菜了 晚上嘛 晚上给你们弄几个好菜好吧 你每次都那么多借口 说到点 你都是小气 还把你又说得那么光面谈话呢 害得我差点都相信了 小脸 我拿点小气嘛 你看你 你你一婚以后 就在我家吃住就是一年多 天天免费吃免费做 我有说过你什么吗 还有啊 我们这个生活很差吗 哪一产品的肉啊 今天不就是烧炒的那个菜吗 你就那么多话 我这家话多嘛 虽然每顿厕长都有肉 但是炒的铁铁铁都是一样的口味 你吃不饿 我们还吃烈了呢 小脸 你不要挑三千事的 只要有肉吃就不错了 你们小的时候 我们要逢年过节天都得肉吃 你都自主吧 妈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他又不是买钱买不起做 他是过业的 他就是口 小脸 你送我小鸡 送我口门是吧 那我就再口门一会 从下个月起 你们两个 每个月交两千块钱 什么时候 我说兄弟也一样 在我家 除了老子和小孩 我不养些人 管我了是吗 小脸 都管你多块钱是 在家联论过了 我也没得钱 我拿你交嘛 你们两个啊 都是一个贼心 都是三十好几的人啊 都没有一个好样子 我和你哥 上又老 下又小 我们还要照顾一大家子 你们以为 我们赚钱很容易吗 让你们免费吃 免费住 我已经做到认知一斤了 如果你们还不懂得感恩 还可以挑吃 不知好歹 别管我把你们改做这个家 你手指说的没有错 我同意他这样子 妈 妖儿啊 小明 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 妈呢 只帮得到你们一时 帮不到你们一辈子啊 你们自己肯努力哈 才有前途啊 妈你要快点 哇 看到他们两个 一点出息都没得 我气都气饱了 我没胃口的 你们吃嘛 感谢关注 来妈 走平衡那天 你吃 好好好 你没吃嘛 这水管那么多 小兰 给你三两个四千百 哪是啊 你说嘛 你看我 现在工作也没找到钱 我有几个朋友 用我出去玩啊 我身上签了 你给我点呗 你今天要跟朋友出去玩呢 我可以给你千块钱 但是呢 我以后不会给你钱了 你一直不出去找工作 你的人生度啊 还得靠你自己去走啊 我不可能一直帮你嘛 一千块钱 你太小气了吧 吃啥饭都不够 哼 嫌嫂子吧 那我还不给你了 不要就不要 我还不稀罕了 你给我记得 有你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等我 小米 一千够多了 你都拿着吧 你是你嫂子的一片信仪啊 去 我还不稀罕了 妈 我们回来了 走 小兰 你们回来了 哎 哥 嫂 你们回来了 快坐 快坐水管 妈 我给你买了点补片 妈 我给你买了点补片 回来没都回来嘛 拿出来都买那么多东西 不浪费钱了 妈 买小点东西给你吃 这都是应该的 大嫂走看店 我给你讲一句话 妈要说 随随便便 走嘛 走 大嫂 我现在不是买的工作吗 现在又买的钱 你能不能买我五千块钱 等我找到工作了 我都还给你 哦 就这一点小事啊 好说好说 来 我这个卡头呢 刚刚有一万块钱 你先拿去用的 不做就还用了 好嘞 谢谢大嫂 还说你好 再帮我吃去吃水果 这样吧 你们两个刚刚走 省省省省省 没事没事 哥 嫂子 你们走到去吃水果 我去做饭 小兰 我去帮你 不用了 嫂子 你走到去休息 我一个人可以呢 大嫂 你不要帮他 做个饭 又不是我提的话 他哪里那么矫情 你看 这是大嫂给我的 你们又一万块钱 同样都是嫂子 一个大嫂 一个Q门 难怪大家都不喜欢你 大嫂 她本来就很少鬼了 要是她知道你好吃难做的 搬你不去上 你看她会拿钱给你不 哟 我找你喝两碗 你今天早上找下饭啊 呦 我说夜来也发福了 小楠呢 小楠呢 你做饭去了 我 我看到这能做好吃的 大嫂子给你做到哈 好好好 哟 消息没得消息嘛 还知道能不能理呦 中国眼睛下了 才会找你一种 小兰 你这说的是哪样话 我告诉你对你嫂子要放尊重的 你们刚才说的话呢 我都听到了 以后啊 别想从你嫂子和我这点 拿出一份钱 你看 在家里面呢 我们让你免费吃 免费煮 别不止煮哈 哥 我告诉你亲妹妹呢 你怎么过不止我外乖 小兰啊 我告诉你 小楠呢 她是我明媚政治的气质 她为我生而运的 找过这个家 要陪我共度一生的女人 对我呢 同样很重要 她 是我们的大嫂大方 这样吧 你给大嫂子 今天都跟他们一起去 我们啊 绝对没人来的 我不就随便说那姐姐嘛 你自己那么计较吗 大哥也那么严 我去那也不方便 咋了 还是不愿意给大哥的 就希望在我们家待见 那就跟我老实点 别趁你那早就早知道 真是一天天